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末世审判的讯息都在提醒人 善用天主给的智慧才能德行等差异 彼此丰富互相帮助 怀着或想征服及加入圣者行列的希望 不断警醒皈依 已经进入天国的证人和圣人圣女 以生活的榜样和作品 不断地在祈祷中与我们相遇共融 那些先进入天国的证人 特别是教会册封的圣人圣女 他们以爱的生活和作品 传承到今天 仍然与祈祷中与我们相遇共融 他们赞养赞美天主 在天上被委派管理很多大事 不断关怀现世的人 在天主计划里 他们的代祷是众生获得应许的最佳推手 因此我们邀请他们特别为旅途中的世界带导 在祝圣的共融中 有许多不同的灵修在教会历史中成长发展 这些以个人特殊神恩见证天主深爱世人 动人的美好故事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就像厄里亚的精神 传给厄里守和习者若翰 他们的弟子也代代相传这精神 在礼仪和神学的交流中逐渐的融合 产生信仰本地化的灵修 提供信友宝贵的灵修指引 圣巴西略 生生体会圣神于各种祈祷 灵修的灵在 圣神是诸圣的住处 圣人是圣神的适当居所 因为圣人奉献自己作为天主的住所 并被称为天主的圣殿 基督徒家庭是祈祷教育的第一所学校 家庭奠基于婚姻圣事 而成为家庭教会 每天的家庭祈祷 是信仰生活的共同记忆和见证 不断地由圣神唤醒与滋润 天主的子女 尤其是儿童 在这里学习坚韧和恒心的祈祷 身为基督善幕的仆人 圣职人员有责任 培育兄弟姐妹耐心与恒心的祈祷 他们引领天主子民得到祈祷的活水权 在基督里被祝顺 借着天主圣言 礼仪祈祷 以及信妄爱的超信生命 在每一个今天与天主相遇 自埃及的沙漠开始 很多修道人独居者 男女引修者 终生奉献于祈祷中 不断地赞美感谢天主 因为人带祷 现身生活 必须借着祈祷 才能获得滋润与成长 祈祷是教会 灵修和末关 生活的活水权 我心成为你深圳的宫殿 愿我领导到你人魂的温暖 愿我成为你把神结的句说 让你深圳的温暖 讲授教理 教导儿童、青年和成人的热心善功 也教导在个人祈祷中 默想天主圣言 希望能在心中深化、内化 而后实行 其他能结出果实 送念经文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祈祷 然而咀嚼、领悟经文的含义 也很重要 祈祷小组、关怀小组或祈祷学校 是教会祈祷的重要标记 和更新祈祷的活泼动力 为了灵修的成长与教会的发展 圣神赐给一些基督徒智慧、信德和分辨的恩典 请问老师 要让祈祷生活更上层楼 需要有灵修老师指导吗? 是的 神修大师圣十字若望 对于圣选神师 有独到的看法 谁若想在灵修的道路上前进 就该慎重考虑 要将自己的灵修托付给谁来带领 因为师父怎样 徒弟也会怎样 父亲怎样 儿子也会怎样 再者 除了有学养和明智外 导师也要有亲身体会灵修的经验 如果灵修导师 对灵修生活没有经验 就无法带领天主所招教的灵魂 进入操心的生活 更不可能带领人 进入更高祈祷的奥秘境界 请问老师 哪些地方可以让我们更尊重 更有效地祈祷呢 一 圣堂是堂区团体举行圣事 礼仪和祈祷最适合的地方 是朝拜圣体的最佳场所 也是最能让信有虔诚 专注宁静的祈祷地点 二 在基督徒的家庭中 安放圣经和圣像 有助于个人的末观祈祷 有异于和天父交谈 用心布置具有神圣氛围的祈祷场所 会让祈祷更具效果 三 丙修院及其辖区 有助于附近的信友参与 实陈送道 提供安静独居 退行的机会 引领帮助个人 与天主密切的会晤 交谈 四 教会清定的朝圣地 有如迈向天堂的桥头堡 恩许之地的旅程 也是更新祈祷的特别机会 为寻求活水源头的朝圣者来说 朝圣地的圣所 是特别重要的祈祷之地 本集的教理就共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会